邻居大妈天天嘲讽我妈抱不上孙女 甚至家里养的黄鼠狼也哈哈大笑 气得我妈直接一脚把我踹出家门 并扬言找不到老婆就别回家 为此伤心的我直接去酒吧买醉 不料却碰到了难兄难弟 随后便上上下下地更云了一晚上 可自那一晚后我再也没见过难弟 也就渐渐忘记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 阳城大学教室内 我正趴在课桌上面呼呼大睡 昨天送外卖到凌晨两点实在是困得不行了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一位穿着包囤短裙的美女 款款走进了教室 看到这位美女班上顿时传来一阵狼嚎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叫张雨昕 由于王老师修孕驾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们的心服导员了 接下来我来点名 我正呼呼大睡 但是听到张雨昕的自我介绍突然醒了过来 因为这个声音我实在是太熟悉了 我抬起昏尘的脑袋揉了揉心松的睡眼 朝讲台望去心中顿时一阵 卧槽这不是在做梦吧 张雨昕拿着花名册接连叫了两声 林峰 林峰在吗 我一个机灵猛地站了起来 老师我在 看到林峰 张雨昕手上的花名册趴大一下掉在地上 她瞳孔微缩嘴唇颤抖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怎么是她 看到张雨昕我同样十分震惊 我怎么也没想到时隔两年 两人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再次相见 这时坐在前排的班尾好心提醒道 张老师你没事吧 张雨昕赶忙捡起花名册装作没事人的样子 我没事咱们继续点名 这节课张雨昕可以说是全程魂不守舍 只要看到我在下面她说话就开始结巴起来 本来这节课是讲国序知识的 但愣是被她讲成了西游记 不过底下学生却没有怨言 因为颜值就是正宁 而我却不以为然依旧呼呼大睡 我实在是太累了 等下放学还要继续送外卖呢 很快下课铃声响起 我打了个哈欠领起书包准备开启外卖生涯 看到我离去的身影张雨昕抬了抬手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她想要叫住我但最后还是选择放弃 另一边 我骑着电瓶车来到学校附近的小区送外卖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我话音刚落张雨昕便穿着睡衣将门打了开来 看见对方两人一口同声 怎么是你 我在勤工俭学送外卖呢 张雨昕将我招呼进屋 哦你进来吧 我则将手上的外卖放到餐桌上面 便开始观察屋内的环境 但是有几样东西却显得格外刺眼 那就是茶几上 竟然还放着几罐奶粉和四个奶奶 看到这些物件我就好像是被累积了一般 整个人愣在原地 张 张老师你结婚了吗 张雨昕表情复杂地看着我低声回应道 嗯 算是吧 听到这话我算是彻底明白了 不过想来也是那件事都过去快两年了 想到这里我脸上露出一抹苦笑强颜欢笑的 那就恭喜张老师了两年前还在为爱普玛 想不到这么快就找到真命天子了 张雨昕看到我苦涩的样子 脸上竟然露出一丝得意的表情 林峰同学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先回去吧 我等一下还要给小孩喂奶呢 虽然心中万般失落 但我还是点了点头转身朝房间外面走去 那好吧 我刚走没两步脑海里就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丁恭喜宿主激活附爱如山系统 检测到宿主出现情绪波动 现系统给予宿主两个选择 第一 帮张雨昕给小孩喂奶系统将百分百激活 并奖励喂奶精通技能力 获得出几奶爸称号 二 妄花同中国片夜不沾身直接离开 无视张雨昕获得情场浪子称号 听到这两个选项我嘴角狠狠抽出了两下 靠着还用选吗 傻子都知道要选一啊 我想都没想直接回过头来冲着张雨昕说道 张老师小孩在哪要我帮你喂奶爸 张雨昕翘脸微红有些不好意思 啊 你要帮我 我语气温和地说道 那我刚好没什么事 而且你一个人又要上课又要带小孩也怪累的 张雨昕闻言看向我的毛子也充满了爱意 凌峰同学那谢谢你了 来到卧室我赫然发现里面竟然有四个宝宝 而且还是两男两女双倍龙凤胎 我去张老师也太厉害了吧 此时四个宝宝看到我 突然呱呱呱呱地哭了起来 哭声慈禧彼伏哭得我慌乱不堪 张雨昕赶忙上前抚摸着宝宝的后背安慰他们的 宝宝乖宝宝不哭 叔叔马上给你们喂奶了哈 张雨昕说着便将视线转到我那边 凌峰你会喂奶吗 我摇了摇头 不会 好吧那我教你怎么做 在张雨昕的教导下我先是摇晃奶瓶 然后将奶嘴轻轻放到宝宝嘴里 整个过程我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把宝宝弄哭 过了许久宝宝终于喝完奶粉安静地睡去 就在这时一个老阿姨从外面走了进来 不好意思啊张老师 路上堵车我来晚了 张雨昕将老阿姨招呼进屋摇头道 没事这不怪呢 随后她又向我介绍道 这位是月嫂王姐 我点头示好 在王姐的帮助下两人终于给四宝喂完了奶 完成这一切我很有成就感 与此同时系统的声音也如约响起 并恭喜宿主完成选项一任务 奖励赴爱如山系统 奖励为奶精通技能 获得出金奶爸称号 温馨提示 宿主在抚养自己的宝宝的时候 可要贯注全部的爱心哦 听到系统的提示 我脑海里满是问号 抚养自己的宝宝这是什么鬼 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温馨提示 只要宿主用爱心抚养宝宝 就获得意想不到的奖励 我看向卧室内的宝宝冲着系统问道 谁的宝宝都可以吗 当然不是只有宿主自己的宝宝才可以哦 听到这话我如遭雷击 差点没晕倒在地 我怎么也没想到财貌双全的张老师 竟然会给自己生出四个孩子 而且还是双倍龙奉胎 我收拾好心情看向卧室里面 此时张雨昕正在哄宝宝睡觉 画面格外的温馨 那四个宝宝也很乖巧 安静地躺在床上 仿佛四个瓦娜般可爱 看到这里我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 嘴角浮现出一抹老父亲般的微笑 我鼓起勇气重新回到屋内 走到张雨昕身旁 宝宝好可爱啊 张雨昕脸上也露出了甜美的笑容 对啊 他们就是四个小天使 把我从泥沼中拉了出来 房间内王姐一边收拾尿布一边 替张雨昕打不平 张老师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娃 真是太辛苦了 也不知道孩子他爸怎么想的 这么久也不来看他孩子 听到这话张雨昕有些尴尬 赶忙转移话题道 林总你不是还要送外卖吗 赶紧忙你的去吧 赶我走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她想自己一个人抚养孩子 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一阵剧烈的敲门声 紧接着一位身材肥胖的妇女 拎着钥匙走了进来 张老师房租什么时候交啊 我看你一个单亲妈妈带小孩也不容易 但是你总不能一直拖下去吧 我还要靠房租吃饭了 张雨昕表情有些为难 她刚找到大学辅导员的工作 这个月工资还没下来 她哪有钱交房租啊 我见状直接站了出来问道 她欠你多少钱 胖女人直接回到 两个月的房租再加上押金一共两万 我咬了咬牙直接给胖女人赚了过去 看到这里张雨昕有些不好意思开口的 林峰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 我一定把这钱还给你 不用咱们聊聊小孩的事吧 王姐似乎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 时序地离开了房间 此时屋内就只剩下我和张雨昕两人 我也没有废话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张老师孩子是我的对吗 听到这话张雨昕吓了一跳 她赶忙否认 林峰你在瞎说什么呢 孩子怎么会是你的 虽然张雨昕这么说 但我怎么可能会醒 我表情变得严肃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张雨昕被质问地低下了头 我神色黯淡苦笑道 那时候你刚上大学 我告诉你又有什么用 你养得起吗 而且我怕告诉你会耽误你上学所以 别说了 我直接打断她的话 你说这些我都懂 但我是孩子的父亲 你不能瞒着我呀 张雨昕沉默了很快又说 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样 在张雨昕看来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但我接下来的话却出乎她的预料 既然我知道了这件事 那我肯定不会逃避 我不仅要对孩子负责 还要对你负责 我要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直到我死去 张雨昕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她为我的担当而感动 张雨昕眼眶泛红泪水 夺胖而出哽咽道 林总我知道你想帮我 但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孩子我会抚养他们的 我心里很不适滋味 张老师孩子也是我的 怎么跟我没有关系 我有义务照顾他们 看到我认真的样子 张雨昕很是苦涩 可是你拿什么去抚养孩子 我深吸口气郑重地 看向张雨昕一字一句说 凭我是孩子的父亲 就算我砸过麦铁 就算我去工地搬砖 我也要供养你们娘几个 张雨昕文言郊区微颤 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 因由于宿主勇于担当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奖励现金十万元 请注意查收 不过此时听完我那番肺腑之言 张雨昕眼眶泛红泪水 在她毛子中打转 感动得都快哭了 我轻刻一声 平复下激动的心情接着说道 张老师我现在手里还有点积蓄 在此期间我可以留下来 帮你照顾宝宝 这样也能省下情月嫂的钱 张雨昕看了我一眼摇头 孩子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 有王姐可以帮我照顾 你现在还是学生 必须以学业为重 学校的学分我早就修完了 只要等着拿毕业证就行 那也不行 即便如此你会照顾宝宝吗 你连喂奶粉都要我来教 你又怎么能照顾好似的宝宝 听到张雨昕的质问 我紧紧握着拳头 目光坚定地看着张雨昕 一字一顿地说道 不会我可以学 张雨昕文言 眸子闪烁了一下 沉默许久 她才望着我问道 你是认真的 我露出笑容柔声道 当然 对我来说 你和孩子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听到这话 张雨昕微微汗手眼眶泛红 两久她才抬起头对我说 好吧 那从今天开始 你就跟王姐学习照顾孩子 我微微一笑调侃道 遵命老婆 张雨昕脸颊泛红狠狠瞪了我一眼 随后她便打开房门 将王姐叫到阳台 跟她交代了我的事情 等王姐进来 使她看向我的眼神 也变得有些异样起来 你是孩子父亲 我点了点头 王姐见状露出赞赏的笑容 不错年纪轻轻 能够勇于承担责任 是个好男人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走到床边 看着床上那似的娃娃 嘴角露出一丝幸福的笑容 这一刻我忽然觉得 能够为他们献出自己的所有 就在这时 张雨昕看到我 极力克制自己的样子 小声说 你要是想摸 可以轻轻碰一下 我闻眼点了点头 伸出一根手指 朝那个最小的男孩嘴上戳去 帮她把口水擦掉 我的动作很轻声 怕把她吵醒 看到这一幕 张雨昕眼神变得柔和 随脚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当宝宝擦完口水 我接着抬起头询问 他们谁是哥哥 谁是妹妹啊 张雨昕露出尴尬的笑容 快步走到我身边 我忘记跟你说了 刚一靠近我就闻到 张雨昕身上那股独特的方向 张雨昕走到床边 从左指到右 从这到那分别是 老大老二老三和老四 他们衣服上都有标数字 听到这话我皱了皱眉 衣服上标数字 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张雨昕似乎看出 我的一样赶忙解释 我怕王姐认错 所以就给宝宝标上数字 因为每个宝宝脾气性格都不一样 还有饭量也不一样 她没有大名吗 张雨昕翘脸一红摇了摇头 还没有 我沉吟了一声 孩子都这么大了 没有名字确实不好 毕竟总不能老大老二 老三老四这样叫 想着名字吧 张雨昕眉头一皱摇了摇头 我不会取名字 我挠了挠头说 我也是取名费 把手机给自己爸妈打了个电话 喂妈 手机那头传来林母温和的声音 小风啊 怎么这时候打电话来啊 你吃饭没啊 妈我早就吃过了爸在你身边吗 林母的声音有些窘迫 那你是不是没钱用了我跟你爸 妈我有钱用你不用担心 我这次打电话给你是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结婚生了四胞胎 不过他不知道要怎么给小孩去 所以问我有没有什么建议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透血 所以就想问问你们 有没有什么好听的名字 说到最后我自己都有些心虚了 林傅听到我这话 赶忙抢过手机 意味深长地说 你朋友 你说的这朋友不会是 我吓得冷汗都来了急忙转移话题 爸你想啥呢 我那个朋友其实就是我室友刘波 你们之前也见过的 这取名我不行还是让你妈来吧 林傅说着便将手机还给了林母 林母接过手机先是沉吟了一下 然后接着说 既然是四胞胎的话 那就不能随便取名字 必须要有好的寓意 要不然对孩子也不太好 如果是我的孙子孙女 女的我就叫林团团林圆圆 男的就叫林平平林安安 听到林母的回答我摸了摸鼻子 看来母亲早就想抱孙子了 连名字都给自己想好了 就在我准备挂电话的时候 林母突然喊住了我话锋一转 小锋啊你看你是有孩子都生了 你什么时候也谈个女朋友啊 听到林母这话我打了哈哈应付说 妈这是不急 怎么不急啊 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还吊锒铛的 不管怎么样大学毕业前 你一定要把婚事大事解决了 好好好我知道了 没等林母说话我就已经挂断电话 朝学校附近首饰店走了进去 看到有客户进门一名美女 导购立马赢了上去 欢迎光临 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我看了看旁边几条项链随后摇了摇头 突然我在柜台角落里 找到了一条贝壳形状的项链 这条项链怎么卖 美女导购微笑着说道 先生您眼光真不错 这款项链是限量版的 所以价格也相对会贵一些要38,800 我文言倒是惊讶了一下 不过想到张雨希怀胎十月 生下四个乖巧的宝宝 这点钱也算不了什么 想到这里我便点了点头说 行吧就她的帮我包起来 第二天早早起床 洗漱完后我便拎着化妆品骑车出门 很快我便来到张雨希的住处 可是当我推开门后 整个人顿时愣在原地 呼吸也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此时张雨希正在屋内亲自给孩子喂奶 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我的鼻腔仿佛冒出无数火焰 让我感到炙热无比 对于我的出现张雨希也是吓了一跳 她顿时脸色一红急忙拉上睡衣 冲着我怒吃倒 给我出去 我文言也立马回过神来 收回目光转身离开了卧室 由于张雨希的怒斥吓到了四个宝宝 他们顿时哭闹了起来 对不起宝宝不哭宝宝不哭 妈妈不是在兄弟们 妈妈实在是在兄弟们大半的宝贝怪 而在门外听到张雨希叫自己老公 我心里则是美滋滋的 不一会儿张雨希的声音便传了出来 林 林峰 我立即回到 我在那怎么了 卧室内张雨希有些娇羞地说道 我的奶不够了 你能进来帮我挤一挤吗 卧室内张雨希有些娇羞地说道 我的奶不够了 你能帮我充点奶粉送进来吗 我立即点头 然后跑到厨房开始充起了奶粉 由于上次有喂奶的经验 所以我很快便充好了四瓶奶粉 我拿着奶粉重新回到卧室敲响房门 张雨希的声音响起 近来 我拿着奶瓶走了进去善笑道 老婆你看这温度对不对 此时张雨希刚穿上衣服 乡间还裸露在外面看起来格外诱人 对于刚才的事情 张雨希似乎还没有缓过神来 张雨希接过奶瓶伸手感受了一下点头道 这个温度可以 以后你充奶粉不要超过这个温度 那就没问题 好的 我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走到床边观赏起了四个可爱的宝宝 就在这时张雨希突然开口问道 对了孩子的名字你想好了吗 我看着宝宝头也不回地说 想好了女孩就叫林团团和林圆圆 男孩就叫林婷婷和林安安 你觉得怎么样 张雨希文言细声呢喃了一下 然后点头道 挺好的那以后他们就叫这个名字吧 张雨希话音刚落 我脑海便传来系统的声音 丁由于宿主为宝宝取名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奖励现金十万元 由于宿主为宝宝充奶粉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奖励奶粉鉴定技能 此时张雨希嘴里还在念叨着宝宝的新名字 她能够感受到我是真心喜欢这四个宝宝 对自己也是真心的 所以张雨希看向我的眼神 也变得充满爱意起来 好了奶味完了 你先帮我看着宝宝我出去换件衣服 张雨希说着便转身朝门外走去 我直接叫住了张雨希 等一下老婆 张雨希闻眼转身过来看着我 你还有事吗 我将事先准备好的首饰盒 递到张雨希手里 这个送给你 看到我手里的首饰盒 张雨希先是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她便摇头拒绝道 我不要昨天不是跟你说了钱 我自己可以赚 你没必要在我和宝宝身上浪费钱 我有些好笑又有些感动 你就收下吧 买着项链的钱 是我自己赚的没跟家里拿 张雨希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接过首饰盒打了开来 却没想到我竟然会送自己 一条价值几万块钱的项链 当即放下项链将它塞回我手里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不能要 见此我无奈一笑 拿出那条项链对张雨希说道 在我看来这条项链在贵重 也比不上你和宝宝重要 这两年你为了宝宝真是辛苦了 这就当是我对你的补偿吧 听到这话张雨希拧了名嘴眼眶 开始变得湿润起来 在她看来我之所以想对她负责 只是因为她是宝宝的母亲 而对自己并不是真心的 我无奈一笑直接拿起项链 将她戴在了张雨希的脖子上 老婆你知道吗 这两年我从未忘记过那一晚 我对你的思念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 而淡化丝毫 我想要对你负责 从现在开始我们共同养育宝宝 共同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好吗 听到这里张雨希郊区一颤泪水拖框而出 我这番告白就好似惊了一般 让她有种恍惚失神的感觉 她突然大哭起来直接扑到我怀中 我轻轻拍着张雨希的后背揉声道 雨希答应我好吗 张雨希重重地点了点头 见张雨希答应我心中一喜 紧紧抱住张雨希生怕她后悔似的 走吧老婆我们去给宝宝买点东西 也当是我给她们的见面里了 张雨希擦了擦眼泪 认正好宝宝的奶粉也快喝完了 半个小时后王姐照常来上班 有了王姐照顾宝宝 我和张雨希也就放心出门去了 来到超市门口张雨希却有些犹豫了 林峰这家超市的东西都很贵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我摇了摇头拒绝到老婆给宝宝买东西 就算贵点那也是应该的 我知道张雨希是想替自己省钱 想到这里我便牵起张雨希的手 直接往超市走去 张雨希脸色羞红了几分 有些慌张地看了看四周 你快松手这里离学校很近 万一被学生看到怎么办 你是我老婆我牵老婆的手怎么了 张雨希心里很感动 但还是觉得不妥 不行 我很势不解 为什么 难道你嫌我穷觉得我不配当你的老公 张雨希赶忙摇了摇头解释 没有我只是觉得 要是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学校肯定会吵了我的 到时候你的压力会更大 我闻言露出灿烂的笑容 原来你是在为我着想啊 张雨希俏脸通红 别过去投小声嘀咕道 不然那你以为我是那种失利眼的女人吗 我看向张雨希的目光异常炙热 老婆我不怕 你要是让学校吵了 就安心当个全职妈妈我养你 听到这话张雨希感动的眼睛都红了 她紧紧握住我的大手往里走去 很快两人便来到奶粉区 看到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奶粉 张雨希下意识地看了眼价格 一罐就要800块 我见她盯着奶粉在发呆忍不住询问 想什么呢 张雨希犹豫了一下看着我 我在想要不要换个便宜点的奶粉 四个宝宝实在是太能吃了 一罐奶粉宝宝能吃多久 雨希掰着手指头算了几秒钟 然后道 四个宝宝大概五天左右吧 我彻底震惊了 五天就要一罐奶粉 那一个月岂不是要将近五千块 张雨希见我脸色不太好 默默将奶粉放了回去 准备换个便宜点的 我见状急忙制止了她咬牙道 不用换就让宝宝吃这个 把这个奶粉好 张雨希不知道我到底还有多少钱 好吧那我就先买两罐 见状我眉头一条表情 显得有些不悦 然后默默掏出手机 来看一眼 看到这个数字张雨希表情一愣 随即诧异地看向我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啊 我刮了刮张雨希的鼻子笑着道 这都是我赚的 所以你就放心买吧 以后宝宝的钱千万不能少 张雨希乖巧地点了点头 再次看向眼前的货架 很快她又拿下五罐奶粉 放进购物车里 这次她终于满足了 开心地点了点头 买完奶粉两人 接着又去买了很多东西 加起来总共15件东西 花了整整一万块钱 半个小时后 我和张雨希回到了家中 等我们到家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张雨希有些歉意地看着王姐 王姐真是麻烦你了 让你晚下班一个小时 哎呀说这些干嘛 我这么早回去 也没事干正好陪陪宝宝 王姐说着便放下大宝 起身帮张雨希拿东西 看到凌峰怀里抱着的那些奶粉 王姐有些诧异 买这么多奶粉啊 其中一套微微一笑 这是给孩子们买的衣服 王姐顿时眼前一亮 真可爱 等宝宝们满周岁的时候可以穿 孩子满周岁对于父母来说 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到时候可以叫上爸妈回老家摆一桌 就在我正正出神之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嘟囔的声音 我往旁边一看 发现三宝林圆圆 正瞪着水灵灵的眼珠子 不停打量着自己 似乎是看到林峰在看自己 三宝又嘟囔了一声 这声音就好像刚出生的小狗仔 让人听了很是舒坦 我的心里瞬间融化 我们源源这是在喊爸爸吗 三宝似乎被我逗乐 捏起小拳头狠狠朝我鼻子砸了一下 刚送完王姐出去 张雨昕就看到我被三宝捶了一拳 忍不住笑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男人也有被制服的时候 我转过头去故作生气的瞪了张雨昕一眼 你还笑我 张雨昕摆了白手赶忙装出一副与我无瓜的样子 趁着张雨昕在屋里带孩子 我来到小区楼下给室友刘波打了个电话 经过这两天的相处 我发现张雨昕已经完全接纳自己了 没过多久 刘波便拎着东西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当她看到小区名字脸上顿时露出一抹坏笑 林峰我听说张老师好像也住在这小区 你小子该不会是在追张老师吧 林峰将东西从刘波手里拿过来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说呢 听到这话刘波顿时来了兴趣搂着我的肩膀调侃 可以呀小峰峰 难怪昨天买那么多化妆品 还说要去跟人告白 我跟你说这小区的租户 有一半都是为了追张老师搬进来的 我文言顿时皱起眉头 想不到自家老婆在学校竟然这么受欢迎 你让他们死了这条心吧 张老师小孩都有了 听到这话刘波眼睛瞪得溜元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张老师有小孩了 见刘波目瞪口呆的样子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自己知道就好不要到处乱说我先回去了 刘波愣在原地看着我离去的背影久久不能平静 殊不知我的这一句话 竟给张雨昕带来了不可毁灭的事情 另一边 我拖着行李箱回到家中 刚一进门就听到四个宝宝此起彼伏的哭声 隐约能够分辨出来 大宝灵频频的哭声是最嘹亮的 而二宝灵团团紧随其后 两个人加起来都能组成一个交响乐团了 凌风将行李放到角落 然后走进房间帮张雨昕一起给宝宝喂奶 张雨昕正在给四宝喂奶 她一边喂一边亲身安抚 乖宝宝不哭喝宝奶奶就睡觉觉 我则拿着奶瓶走到哭得最凶的大宝面前 给她喂起了奶 喂完奶后我还轻轻拍了拍大宝的后背 给她拍宝哥手法十分熟练 看到这里张雨昕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她心中对我更是多了一份感动 喂完剩下二宝我也有些累了小声冲 张雨昕说道 老婆我先去洗澡 张雨昕愣了一下然后有些羞涩了 你晚上睡呢 我指了指大床笑眯眯的 当然是睡正了 晚上我还要起来照顾宝宝呢 张雨昕闻颜翘脸更加通红起来 我知道她脸皮薄所以忍不住打去 怎么不想让我睡这样 张雨昕咬了咬牙狠狠瞪着林峰心中暗响 自己明明比她大 而且还是她的导师为什么要怕她 张雨昕冷哼一声歪着头道 你爱睡哪睡哪反正不关我的事 我站在原地看着老婆远去的歉影 脸上不由地露出一丝苦笑 看来以后还真不能惹怒老婆呀 否则的话吃亏的肯定是自己 五分钟后 我洗完澡患上背心重新出现在张雨昕面前 看到林峰那结实的肌肉 张雨昕脸上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林峰的身材竟然会这么完美 让人看了忍不住小鹿乱撞 张雨昕有些羞涩 你穿这么少干嘛 看到张雨昕害羞的模样我故作不满 语气更是充满了暧昧 这么热的天还不让人穿背心了 看到这里张雨昕的脸色顿时变得滚烫起来 林峰这个家伙真是太坏了 张雨昕狠狠瞪了我一眼 然后转身回到屋内收拾起了衣服 我吹完头发也跟着走进屋内 老婆你快睡吧明天还要上课 张雨昕有些不放心 那你呢要不要先密一会儿 晚上宝宝会闹你还要起来好几次呢 我摇了摇头 没事之前打游戏通宵惯了你先睡吧 为了不打扰她我还是选择去隔壁宝宝房 首夜照顾宝宝 果然我走后张雨昕很快就睡着了 到了半夜 我听到宝宝的哭声瞬间惊醒过来 宝宝别哭爸爸来了 是不是肚子饿了还是拉臭臭了 此时张雨昕听到哭声也从隔壁屋走了出来 我边得二宝换止尿布边冲张雨昕说 乖了快去睡觉叫你明天还有课 我可以的相信我 见张雨昕不肯回屋 我像哄小孩一样哄着她 最后迫于无奈 张雨昕看了眼宝宝还是回屋睡觉去了 这一晚我被宝宝们吵醒不下午次 天刚微微亮 四个宝宝终于安稳地睡了过去 此时我也已经累得不行了 比通宵打游戏还要累 但是看着熟睡中的宝宝心里觉得很值得 并由于宿主为宝宝守夜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奖励现金十万元 获得技能高质量睡眠 拥有此技能宿主每睡一小时 就相当于普通人睡八个小时 早上八点 张雨昕从床上起来舒服得深了得懒腰 昨天那一觉她睡得实在是太舒服了 临走前她还跑去宝宝房 看了眼熟睡中的林峰和四个宝宝 看到林峰呼呼大睡的样子 张雨昕脸上露出甜蜜的笑容 此时王姐已经来上班了 她正在厨房给宝宝们热的奶粉 看到张雨昕出来 她脸上露出一抹一味深长的笑容 起来了 张雨昕一边收拾课本一边吃着早餐 不敢直视王姐的目光 昨晚宝宝好像睡得很好 一个个都精力充沛的 看来林峰这个当爸爸的还是很尽责 听到王姐夸赞林峰张雨昕心里也有些小窃喜 吃完早餐 张雨昕便拎着包包到学校上课去了 此时教室内 同学们都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因为不知道听谁说张老师好像有小孩了 得知这个消息班上的男同学们全部都伤透了心 我的女神啊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张老师那么漂亮怎么能够有小孩呢 就是就是看张老师这身材 根本不像是生过小孩的人了 这个消息到底是谁传出来的靠不靠谱啊 我是听刘伯说的 刘伯说这消息百分之百靠谱 伴随着一阵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 张雨昕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出现在教室内 她脸上带着和须温婉的笑容 但是就在这时刘伯身旁一位男同学 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张老师听说你有小孩了 听到这话张雨昕顿时皱起眉头 她眼神犀利地看向对方冷声问道 是谁告诉你的 那位男同学被张雨昕犀利的眼神吓到 不仅是她就连她旁边的刘伯也是吓得够呛 因为这个消息就是她散播出去的 刘伯立马站了起来 是林峰告诉我的 听到这个名字张雨昕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怪今天办公室的老师会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 事已至此她也没办法演示下去了 张雨昕点了点头淡淡说 林峰说的没错我确实有小孩了 说完她便拿起教案开始上起课来 下课后 张雨昕连办公室都没回直奔家里而去 此时我睡了一个半小时 整个人感觉神清气爽 刚准备出去吃饭 张雨昕便回来了 这么快就上完课了 张雨昕笑了笑 我今天就一节课 回到家里张雨昕没有急着质问我 喂完奶后张雨昕重新回到客厅 瞄了瞄正在吃早餐的我 林峰你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我有孩子了呀 听到这话我放下手里的包子 为什么不能说呀 如果可以我连你是我老婆的事情都想告诉他们 张雨昕见我一副欠扁的样子 气得嘟了嘟嘴巴不再说话 看到张雨昕气得嘟嘴 我觉得有些好笑 自己这老婆怎么跟个孩子似的 突然我像是想到一件重要的事情 笑嘻嘻的凑了过去冲着张雨昕说道 老婆你户口本在家吗 听到我在问户口本张雨昕顿时疑了 她又不傻当然知道我想干什么 在呀 我笑容和煦的盯着张雨昕 既然这样那我们今天就去领证怎么样 张雨昕心脏狂跳牺牲道 你真的要跟我结婚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当然我想跟你一起白头偕老 而且这也是为了孩子 要是不结婚孩子户口咋办 听到这话张雨昕顿时来了动力 为了孩子那也要结婚 张雨昕赶忙跑进屋内翻出户口本 拽着我往屋外跑去 走正好下午我没客 来到楼下 我温柔地给张雨昕戴上头盔动作很是亲密 张雨昕却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她还没有习惯凌峰是自己老公的事实 对此我却轻声说 老婆你要慢慢习惯有我在你身边明白吗 张雨昕听到这话心中一片柔软 她轻轻嗡了一声 领完证以后我微笑地看着张雨昕 结婚证都领了怎么可以没有结婚戒指呢 听到这话张雨昕心里很是感动 随即翘脸微红起来 自己这老公还真是没找错 离开珠宝店后 张雨昕瞬间恢复冷静忍不住自责起来 你到底在干什么 明明还有四个宝宝要养 竟然花五万块去买戒指 你真是太败价了 看到张雨昕脸色不好我关心到 老婆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听到这话张雨昕顿时急了 我刚才应该阻止你的 我们还有宝宝要养 怎么能花这么多钱去买戒指呢 她急得眼眶泛红忍不住哭了起来 看到张雨昕着急的样子 我突然感到有点心酸 突然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女人太多了 我紧紧抱住失声痛哭的张雨昕 雨昕对不起这两年你辛苦了 你不要为钱的事情操心 有我在我绝对不会让你跟孩子过苦日子的 等我以后有钱了 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完整的婚礼 以及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会给你和宝宝幸福的未来 你相信我吗 听到这话张雨昕擦了擦眼泪指示我道 我相信你林峰 我看着张雨昕忍不住打去 正都领了咋还这么奸外啊 叫声老公来听听 张雨昕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低下头 轻声叫了句老公 见张雨昕羞涩异常的样子 我顿时心神一荡 我没想到自己一个小玩笑 竟然会让张雨昕如此害羞 走到我们去买菜晚上庆祝一下 两人很快便买完菜了 我带着张雨昕拎着一大包肉菜正准备回家 但是就在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林峰小区门口站着一名学生 他瞪着眼睛表情十分惊讶地看着张雨昕 同时也看了看我 林峰你怎么跟张老师在一起 你们这是在买菜吗 张雨昕认识他 这名学生正是今天上课 站起来质问自己是不是有小孩的那个男同学 看到这个家伙张雨昕表面不动声色 但内心却已经慌得不行起来 跟他相比我倒是显得很正常 不管是内心还是表面 我都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 林峰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这送外卖正好碰到张老师 看到他一个人拎着这么多菜就帮他拿一下 听到这话张雨昕心里更加慌了 你这个理由编得实在是有够牵强的 我将才交给张雨昕说道 张老师你先回去吧 我跟他聊一会 张雨昕接过菜点了点头 那你们聊吧 我回去做菜了 男同学看着离去的张雨昕 忍不住露出惋惜的表情 爱张老师这么漂亮 怎么会小孩都有了 能成为他的老公一定很幸福吧 我闻言心中一阵窃喜 那可不吗 能娶到张雨昕这样的老婆 任谁都会幸福的 男同学眼尖一下便发现了我手上的戒指 仪林峰你怎么戴戒指了 你小子谈女朋友了吗 我尴尬的笑了笑点头道 算是吧 男同学露出八卦的笑容 是谁啊 不会是咱们班的班花李瑶瑶吧 班上早就在传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了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你胡说啥呢 我跟李瑶瑶没关系懒得理你 我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男同学看到我急忙离开的样子 更加确定了自己这个想法 那就是李瑶瑶跟我在一起了 这个男同学是班上仅次于刘波的大嘴巴 没过多久这个消息便传遍了整个学校 班上同学纷纷开始议论起来 真的假的 班花李瑶瑶跟林峰在一起了 比珍珠还真 我亲眼看见林峰手上戴戒指了 而且我问她是不是跟李瑶瑶在一起 她立马就慌了 听到男同学这话众人面面相觑 我的妈爷他们两个果然是一对 班上早就在传李瑶瑶对林峰有好感 看来这是真的了 另一边我回到家中 听见宝宝房里传来张雨昕和宝宝的玩耍的声音 这其中就属大宝林婷婷的声音最大 二宝林团团笑得最开心 三宝林圆圆则瞪着眼珠子 紧紧盯着张雨昕生怕她走掉似的 四宝林安安则在呼呼大睡 即便面对吵闹的环境也依旧睡得香甜 就在这时看到我回来 王姐从厨房走了出来 林峰恭喜你了 今晚我留下来帮你们俩照顾宝宝 你们两夫妻好好动个房 听到王姐这话 我就算脸皮在后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看来我跟张雨昕领证的是王姐也知道了 谢谢王姐 很快王姐便将晚饭做好 看着桌子上丰盛的饭菜 我突然感到一丝别样的温暖 我成了满满一碗鲫鱼汤 递到张雨昕面前让她好好补一补 张雨昕接过鲫鱼汤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喝了起来 王姐笑眯眯的看着两人 就好像在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 恭喜你们了 以后可要好好过日子又 听到王姐这话 张雨昕感到有些羞涩 谢谢王姐 我却大咧咧的笑了笑没有说话 吃完晚饭 我勤快地收拾餐桌将碗筷洗好 此时王姐已经将四个宝宝放回隔壁房间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和张雨昕两人说道 今晚我帮你们照顾小孩 你们两个好好休息一下 张雨昕害羞道 王姐真是辛苦你了 王姐笑了笑露出意味深长的表情 没事 倒是你们两个要注意节制 别搞得太累了 说完王姐便走进房间降门关上 只剩下我和张雨昕两人 傻傻地站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 王姐这话说得也太直白了吧 张雨昕有些害羞但还是小声冲着我说道 那我们也进屋睡觉吧 两年前的那晚张雨昕记得很清楚 但是具体的细节她已经记不太清了 所以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 主卧卫生间内 张雨昕换上睡衣对着镜子给自己化了个淡淡的妆 化完妆后张雨昕还往身上喷了点香水 最后她深吸了口气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此时我半躺在床上看到张雨昕出来顿时愣了一下 老婆你今天真漂亮 张雨昕有些不好意思 但她还是躺到床边轻声冲着我说道 老公我们睡觉吧 我点了点头将她揽入怀中 一直到半夜张雨昕才累的睡了过去 早上七点我醒了过来 张雨昕还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着 我看着张雨昕俏丝的脸蛋忍不住亲了一口 然后捏手捏脚的朝客厅走去 我先是去到隔壁看了看宝宝 发现宝宝们正在睡觉 于是跑去厨房开始做起了早餐 宝宝们一晚上没看到妈妈很快也边着醒了过来 过没多久便传来他们呜哇呜哇的哭声 张雨昕听见哭声不管睡得多死都能立马醒过来 看到张雨昕我赶忙放下早餐 冲她说道你先去刷牙吧宝宝我来照顾 张雨昕点了点头然后上前给了我一个香吻 好的老公辛苦你了 张雨昕洗漱完毕四个宝宝也跟着安静了下来 今天爸爸要给你们洗澡 你们都要乖乖的 她走到床边挨个亲了一下宝宝然后嘱咐我道 王姐出去买菜了 等下她回来会帮你一起给宝宝洗澡 我上完课也会马上挡回来 我见她要走有些依依不舍 毕竟经过昨晚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起来 那你快点回来 张雨昕点了点头然后拎着包包出门去了 趁着宝宝们没有哭闹我赶忙把碗筷洗好 就在这时王姐拎着蔬菜也从外面回来了 她将菜放进厨房 然后拿出一个婴儿专用的洗澡盆冲着我说道 我来叫你怎么给宝宝洗澡 给宝宝洗澡要先了解宝宝的性格 三宝和四宝洗澡最乖一般都让他们先洗 二宝比较调皮洗澡的时候会把水往外泼 大宝最麻烦她可能不怎么喜欢水 所以每次洗澡都要花很长时间 听完王姐的讲解我感到有些意外 没想到最调皮最爱玩的大宝竟然还会怕水 阳城大学教师办公室内 一名衣着时尚的年轻女老师看着对面的张雨昕说道 张老师等会放学咱们去吃韩国料理怎么样 面对老师的热情邀约张雨昕却摇了摇头愧疚道 不好意思啊我中午要回去吃 年轻老师文言顿时露出失望的表情 但很快便恢复正常 行吧张老师 听说你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的回去吃也方便 张雨昕拎起包包率先朝办公室外面走去 各位老师我先回去了 然后消失在众人眼中 其他老师则纷纷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你们发现没有张老师今天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啊好像变得更有女人味了 你们看到她手上戴的戒指吗 那钻石豪闪应该价值不菲吧 看来张老师的老公应该是个有钱人 另一边张雨昕推开门回到家里 刚进屋她就闻到一阵饭菜香味 我端着菜从厨房走了出来 你回来了快去洗手吃饭吧 好我先去看看宝宝 张雨昕闻言先跑去厨房洗了个手 然后来到宝宝房看到宝宝们睡得正香 她也就放心了重新回到客厅准备吃饭 此时王姐也拿着碗筷 从厨房走了出来一个劲地夸赞我 张小姐你老公真是太能干了 现在就算我走了她也能把宝宝照顾好 听到夸赞我有些不好意思的 都是王姐教导有方 说着我便成了碗鸡汤递到张雨昕面前 张雨昕乖巧地接过鸡汤开始喝了起来 谢谢老公 王姐见状又眯起眼睛满脸羡慕的样子 张小姐你真幸福能找到林先生这样的老公 吃完饭张雨昕准备在家睡个午觉 为了让张雨昕安心睡觉 我陪在她身边随时准备起来照顾宝宝 你睡吧到时间我叫你 张雨昕则慢慢挪了过去整个人靠到我的腿垫 她现在根本就睡不着 看着我那张帅气的脸庞整个人正正出神 我见状亲身问道 怎么了 张雨昕有些羞涩地说道 没没什么 我只是希望以后每天醒来都能见到你 我笑着抚摸张雨昕乌黑秀发一双眼眸深邃如海 傻瓜你是我老婆当然能每天能见到我了 张雨昕听到这句话撬脸微红不在说话 没过多久张雨昕便睡了过去 看时间差不多了我走到床边把张雨昕叫醒 自从生下四个宝宝张雨昕没有一天能够睡好觉 但是现在有了我她不仅能睡好觉 而且还能睡得很放心 张雨昕挨个亲了下宝宝 最后还给我来了个香吻 这才拿起包包出门 老公我去上班了 张雨昕走后我收拾了一下也跟着离开屋子 我准备回宿舍把剩下的东西全部都搬过来 回到宿舍我惊奇地发现 刘波等人竟然没开黑而是在八卦着什么 你们在聊啥那游戏也不玩了 见我回来刘波朝另外两名室友使了个眼色 然后开始一口同声地唱了起来 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醉 看到三个豆鼻是由我一阵无语 我知道张雨昕今天化了妆而且还喷了香水 很快刘波便走了过来笑问道 林峰跟当花谈恋爱到底什么感觉啊 我也懒得跟他们解释 能有什么感觉整个人都骂了 刘波多多逼人地问道 少跟我装算你身上香水味这么浓 你们是不是干坏事去了 就在这时另外一名室友走了过来 他在我身上闻了闻有些疑惑道 嗯不对 这个味道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 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你这鼻子有问题吧 我赶忙转移话题道 不跟你们瞎扯了我回来拿点东西等下还有事呢 说着我便拿起剩下一物直接离开了宿舍 看到我离去三名室友对视一眼都露出暧昧之色 竟然回来拿衣服 林峰这小子玩得倒是挺花呀 傍晚张雨昕下班回到家 他高兴地找到我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 我试用期过了 我文言也替张雨昕感到高兴 老婆你真棒 张雨昕昂起小脑袋自豪地说道 那可不 从明天开始我的工资将涨到一万块 到时候咱们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老婆真厉害 张雨昕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老婆我跟你商量件事呗 怎么了 明天王姐就要走了 我想多给点钱给她怎么样 王姐为了四个宝宝也是操碎了心 这一点我们两人都看在眼里 现在她要离开了 给点奖金给她那也是人之常情 可以啊你决定就好 我把工资卡给你你看着花吧 我笑着摇了摇头拒绝道 我要你工资卡干嘛我自己有钱 听到这话张雨昕顿时不开心了 她板着张脸嘟起小嘴道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我犹豫了一下 好吧我拿着宝宝不生气 看到这里张雨昕才满意地笑了笑 第二天我跟王姐结算了工资 在原有工资的基础上 多给了王姐五千块钱 王姐拿着厚厚的现金有些疑惑道 怎么多了五千 王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这段时间辛苦你帮我们带宝宝了 听到这话王姐说什么也不收 你们两个年轻人要养四个娃也不容易 你的心意我领了 但这钱我就不收了 我将钱塞回王姐手里笑着说道 王姐这钱你就收着吧 这段时间确实是辛苦你了 而且以后我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还要多多请教你呢 你要是不把钱收着以后 我怎么好意思找你啊 张雨希见状也跟着说道 对啊王姐 我今天工作转正了这点钱 算不了什么你就收下了 王姐叹了口气 只好将钱收了下来 行吧那我就收下了 结算完工资 王姐进屋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准备离开 张雨希见状赶忙帮她拎起行李 准备下楼送王姐 来到小区门口 王姐眼睛都湿润了 真的好舍不得你们啊 张雨希也舍不得王姐擦了擦眼泪说道 王姐以后有空多来坐坐 我们随时欢迎您 王姐点了点头 然后拎着行李坐车离开 张雨希调整心情 准备去学校上课 我则回家继续带娃 到了中午 我突然接到张雨希的电话 老公今天我正式转正 办公室的老师说 要请我出去聚餐 我就不回家吃饭了 晚上再回去 好的老婆你放心去吧 宝宝们今天乖吗 乖得很 那你有空就拍几张照片发给我 好 我顿了顿接着笑道 我的要吗 张雨希翻了个白眼 才不要你的 就在这时电话那头 传来别的老师声音 张老师我们走吧 好的我这就来 老公我要出去了 就先挂了白白 挂断电话 张雨希便急忙 拎起包包离开了办公室 聚餐地点 选在学校附近一家香菜馆 张雨希因为刚来没多久 性格比较高冷 所以吃饭的时候 只有两位女老师敢跟她聊天 这两位女老师 就是之前邀请过张雨希 去吃韩国料理的那两位 其中一位长得年轻靓丽 名叫韩文 另外一位则年长一些 但长相也很温婉 名叫唐秀芳 他们坐在张雨希旁边 不停跟张雨希聊着八卦 就在这时 张雨希手机震动了一下 提示有新的消息 她赶忙打开一看 发现是我发过来的 宝宝们的照片 韩文做得离张雨希比较近 所以一眼便看到了 手机里的照片 哇塞好可爱的宝宝啊 张老师这是你的宝宝吗 真是太可爱了 唐秀芳听到也赶忙凑了过来 眼睛直直地往张雨希手机描去 真的好可爱也 听到两位老师 都在夸赞自己的宝宝 张雨希心里自然非常开心 张老师你还有宝宝别的照片吗 有我找找 本来张雨希是想让我再拍几张过来的 但是她害怕我误解自己的意思 直接把自己的自拍发过来 所以她只好关掉 非信翻了翻之前的相册 真可爱张老师 夫妻俩肯定颜值都特别高 要不然怎么能生出 这么好看的宝宝呢 就是就是看得 我都想结婚 生个宝宝来养了 年纪较小的韩文老师 忍不住嘀咕了起来 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发现 这几个宝宝 长得好像都不太一样 紧接着一张四胞胎的合照 猛的映入他们眼帘 四 四胞胎 张老师你生了四胞胎 两位女老师被震惊的都说不出话来 看到两人的表情 张雨希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韩文和唐秀芳顿时张大嘴巴 向张雨希投来敬佩的目光 真是太厉害了 张雨希更加不好意思了 在场其他女老师得知这个消息 也纷纷向她投来羡慕的眼神 想不到身材高挑性感的张老师 竟然是四个孩子的吗 他们要是能像张雨希这样 生完孩子还保持完美身材那就好了 傍晚六点张雨希回到家 就猛地扑向宝宝皇 看到宝宝们都在睡觉 她便趴在床边喃喃自语起来 乖宝宝有没有想妈妈呀 看了几分钟张雨希才依依不舍地 离开房间朝厨房走去 此时我正穿着围裙在厨房做菜 香味弥漫整个屋子 闻着菜香看着我宽阔的背影 张雨希忽然觉得心里满满都是幸福感 这种幸福感是她之前从未有过的 也从未对男生产生过的 老公这几天辛苦你了 又要照顾宝宝又要照顾我 我回头冲张雨希笑了笑 说这些干啥多见外呀 很快我便将锅里的菜盛了出来端上餐桌 吃饭时张雨希说起今天中午聚餐的事情 其他老师知道我生了四胞胎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而且还说要过来看看宝宝 听到这话我无所谓的说道 那就让他们来呗 可是他们认出你来怎么办 张雨希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 到时候咱俩的事情肯定会在学校闹得满城风雨 我见他一脸忧愁安慰道 先吃饭这种事急步地传到桥头自然指 张雨希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办公室的老师有好几个都教过林峰他们办 要是来家里他们肯定会认出林峰 就算认不出回到学校一看学生档案也就什么知道 晚上趁宝宝们都睡着了 我凑到张雨希身边从后面抱住了他 老婆别担心 要是实在不行我躲起来不就好了 张雨希笑了笑道 我不是在担心这个 睡觉前我已经婉拒他们了 那你在担心啥 我在担心现在王姐不在了你一个人能行吗 我故意压低声音露出暧昧的笑容道 你老公行不行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张雨希撬脸一红当然知道我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此情此景两人难免继续交流了一番 深夜张雨希累的睡了过去 突然宝宝房传来一阵咿呀咿呀的声音 你睡吧我过去看看 张雨希累的腿都抬不起来 我赶忙让他睡下自己穿上拖鞋朝隔壁走去 来到宝宝房发现原来闹事的是二宝林团团 小乖宝宝你怎么了呀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原来二宝是拉臭臭了 二宝乖爸爸现在就给你换 安抚好二宝的情绪 我慢慢将尿布抽了出来故意嫌弃的说道 二宝拉的臭臭都快要把我给熏晕了 听到我这话二宝咿呀咿呀的像是在反过 好了好了二宝最香香了 是爸爸不好爸爸不应该这样说二宝 我与其温和的冲着二宝道歉 二宝听了皱着个鼻子哼哼了两句 一大早我便起床给张雨希做好了早餐 看到我忙碌的样子张雨希心疼坏了 昨天折腾的那么晚还要早起做早餐 老公真是厉害 老公以后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出去吃就好了 我笑了笑 没事你今天有课吗 张雨希打开课表看了眼惊讶到 我都忘了我今天没课 我神秘兮兮的说道 那就好我等下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呀搞得这么神秘 我笑而不语 你先去换个衣服等下就知道了 张雨希进屋换衣服我则开始倒腾婴儿床 四个宝宝两辆婴儿车就能装下 所以带出去也不麻烦 看到宝宝们笑容灿烂的样子 我心里暖哄哄的 宝宝们很快我们就要住进新家了 你们开不开心呀 以后爸爸会努力让你们过上 全世界最幸福的生活好不好 就在我跟宝宝们窃窃私语的时候 张雨希也换好衣服从屋里走出来 她今天穿着一件白色短裙搭配蓝色披肩 整个人显得格外青春亮丽 十分吸引人目光 我由衷地赞叹了一声 老婆你真美 有嘴滑舌咱们现在走吗 我点了点头 然后推着婴儿车往电梯走去 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怕什么 到时候我就说是林峰同学乐于助人 特地帮我带小孩呢 我闻言顿时露出无奈的表情 自己这老婆还真是古灵精怪啊 我和张雨希两人 各自推着一辆婴儿车在江边走着 两人的颜值都很高 所以回头率也非常高 再加上婴儿车里那四个呆萌可爱的宝宝 简直是羡煞一众路人啊 我的妈呀这对夫妻颜值好高啊 对啊不会是什么明星嘛 听说附近好像在举办电影节 哪有明星带娃来参加电影节的 不管怎么说这男的这么年轻就当了爸爸 而且还能陪老婆六娃一看就是好老公 听到路人议论的声音 张雨希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看来自己老公还是挺有魅力的嘛 她心里美滋滋的一点也不介意别人的议论 看到张雨希正正出神的样子 我忍不住问她 老婆你在想啥呢 张雨希微微一笑指示我道 没什么就是觉得能遇见 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我闻言露出灿烂的笑容 能娶到你这么漂亮的老婆 也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 张雨希听完顿时翘脸通红起来 我掀开婴儿车的帘子 让宝宝们感受一下惺惺空气 来小宝贝们看一下这个崭新的世界 我刚掀开帘子 顿时一股臭味便传了出来 还没等张雨希去检查 到底是哪个宝宝干的坏事 我就直奔二宝而去 果然是你 看到这一幕张雨希表情有些惊讶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二宝就在我旁边 刚才她用手拉了我一下 好像很急的样子 我边解释边从包里 拿出纸尿布给二宝换了起来 张雨希点了点头 赶忙过来给我帮忙 帮二宝换完纸尿布 我找到一个垃圾桶 直接丢了进去 瞬间宝宝们清清爽爽 头顶的蓝天也格外的明朗 好了放风完毕 咱们出发吧 经过刚才那段漫步 荣泰豪亭距离 他们只剩下不到五分钟的路程 张雨希此时心情非常好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没过多久 两人便来到了荣泰豪亭 保安大爷看到两人 顿时眼睛眯起 刚想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我拿出门禁 卡往门上一刷 大门瞬间开启 保安大爷有些狐疑了 这两人之前怎么没有见过呀 难道是刚搬进来的 正当保安大爷疑惑之时 我走了上去问道 大爷您好 我问一下八栋八号楼怎么走了 保安大爷打量了我一眼 小伙子之前怎么没见过你们啊 哦我们是来看房的 保安大爷点了点头 开始给我们两人带路 在保安大爷的带领下 两人很快便来到了八栋八号楼 谢谢大爷 大爷走后张雨昕有些疑惑地看向我 老公我们要换房子住吗 我点了点头 对啊我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虽然离学校近 但是采光很不好 为了孩子着想 还是换套房子比较好 我和张雨昕两人来到808号房门口 我拿出钥匙打开房门 率先走了进去 刚一进屋张雨昕就忍不住改叹道 好漂亮啊 她从未奢望过 能够带宝宝住进这样的房子 心中顿时被惊喜包裹 我看着张雨昕问道 你喜欢吗 问这里太漂亮了 张雨昕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想法 说着她又跑去阳台 看了看外面的景色 老公你快过来这里 还能看到江边呢 我跟着走了过去 看着外面开阔的江景 跟着说道 到了晚上江边的灯 全部亮起景色会更加优美 那以后我们会住这里吗 张雨昕说着脸上的笑容 就逐渐消失 这里的房子租金肯定不便宜吧 我笑了笑安慰她道 不用钱 张雨昕闻言挑了挑 没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为什么呀 我笑着从兜里掏出一个红本 朝张雨昕晃了晃 见此张雨昕脑海生出一个想法 但很快就被她得否决了 不可能这房子绝对不可能是林峰的 要知道她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连稳定的工作都没有 只见我打开红本上面赫然写着 荣泰豪亭八栋八号808夜主林峰 这 这真是你的房子 过了许久张雨昕才缓过神来 我点了点头看着张雨昕说道 没错这套房子就是我的 我家有个远房亲戚 她从小就很喜欢我 而且在阳城有好几套房产 前不久她去世了留了一套房子给我 张雨昕虽然有些难以置信 但是我看着也不像是那种会撒谎的人 这房子真是你亲戚留给你的 对啊不然我哪买得起啊 虽然有些震惊 但听完我的解释张雨昕还是彻底信了 我走了过来捏了捏张雨昕的脸蛋笑着说道 谁能想到我运气竟然这么好 不仅有个这么漂亮的老婆 还有四个可爱的宝宝 现在连房子都有了 等我以后赚了大钱 咱们再把这套房子卖了换个别墅住住 话音刚落张雨昕便伸开双臂紧紧抱住我 老公你真好 我抚摸着张雨昕的后背揉声道 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两人平静下来开始规划新房要怎么固局 他们准备把其中一间次卧改成宝宝房 让宝宝们住进去 这样的话今天就能搬进来住了 吃完午饭我就留在荣泰豪亭开始设计宝宝房 张雨昕则带着小孩回到家里收拾行李 两个小时后我终于将宝宝房布置完毕 我拿出手机给张雨昕打了个电话 老婆你那边收拾好了吗 好了你快回来吧 挂断电话我快马家边骑着电瓶车赶回家里 我帮张雨昕把行李全部都搬了过来 虽然东西不多 但是这收拾一下那收拾一下 等他们躺下来的时候 时间已经来了凌晨两点 看到张雨昕犯困的样子 我轻声说道 我去看看宝宝 你先睡吧 明天还有课 我也要去看宝宝 张雨昕打了个哈欠也跟着我一起出去 四个宝宝并排睡在婴儿床上画面十分的温馨 对于新环境他们好像并没有什么故事 反而睡得很香甜 见此我们两人轻轻退出房间 睡吧 张雨昕闻言乖巧点了点头 然后像个八爪鱼一样紧紧黏在我身上 老公辛苦你了 第二天张雨昕还在睡觉 我已经醒来 我小心翼翼的离开床铺 走到隔壁房间看了看四个宝宝 此时大宝和二宝已经醒来 他们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我 我知道他们应该是饿了 走到厨房我给几个宝宝冲起了奶粉 等我喂完宝宝 张雨昕也已经醒来在卫生间刷牙洗脸 老婆这段时间你先坐车去上班 等过两天我买辆车给你 张雨昕闻言吐出嘴里的泡沫潮 卫生间外喊道 不用我走入上班就行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我知道虽然张雨昕嘴上这么说 但她其实是为了给自己省钱 毕竟谁会不想开车上下班呢 老婆我下楼去买菜 你想吃啥发给我我去买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决定给老婆搞辆车 买完菜后我回到家 此时张雨昕已经去上班了 我来到宝宝房看到宝宝睡得正寒 我也不打扰他们走到客厅 给刘伯打了个电话 刘伯我那辆电瓶车你要不要 瓦特你不送外卖了 刘伯早就寄予我那辆电瓶车很久了 毕竟对于大学生来说 能够骑电瓶车上下学 那也是一件很拉风的事情 对啊 你要不要打个骨折卖给你 刘伯文言顿时露出贪婪的表情 打个骨折那是几折呀 一折 刘伯急忙点头道 行行行成交你现在在哪里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 你来荣泰豪廷帮我顺便跟你说件事 刘伯点了点头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荣泰豪廷凌峰在那干嘛 就在这时手机那边传来宝宝的哭声 我顿时脸色一沉冲着刘伯说道 行了不跟你说了宝宝哭了我要去看看 刘伯文言顿时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这小子是去当保姆了呀 难怪连电瓶车都不要了 挂断电话我直接冲进宝宝房里 找到了哭声的源头 三宝林圆圆 我见状心里顿时一紧 三宝向来是最乖的怎么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了呢 我赶忙上前仔细检查了一下三宝 发现他除了鼻子有点红之外 并没有发现别的异常 我将三宝抱了起来放到地上 让他自己玩了一会儿 没过多久他便开始玩嗨了 拿着玩具拼命乱丢 我见状终于松了口气 原来三宝是想下来玩了 想到这里我便将大宝二宝和四宝也全部抱了下来 让他们自由活动一下 活动完后我给他们换了身衣服重新抱到婴儿床上 宝宝们也都玩累了开始呼呼大睡起来 就在这时门铃响起 我走到门口透过猫眼看了一下 发现是刘伯来了 我也没有避讳直接打开门将刘伯迎了进来 进到屋内刘伯看到我身上穿着围裙 手里还拿着奶瓶衣服职业奶爸的样子 一时间刘伯有些难以接受惊讶到 风哥你真给人保姆了呀 我狠狠瞪了刘伯一眼嘘声道 小声点宝宝在睡觉呢 刘伯见状有些惶恐害怕的后退了两步 风哥你到底咋了 你要是缺钱就跟我说呀 虽然我不一定借给你 但是你也不能自甘堕落去当保姆啊 我白了他也没好气到 我不缺钱 你不缺钱那你咋来这当保姆 刘伯话没说完 宝宝房里便传来二宝的大哭声 我二话不说赶忙拿着奶瓶跑了进去 没过多久我便抱着二宝 一边给他喂奶一边柔声说道 二宝乖不哭不哭 看到这一幕刘伯顿时如遭雷劈 他双腿一软直接摊坐在沙发上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给二宝喂完奶 我给他拍了拍格 然后将他放回婴儿床里 当我再次来到客厅 见刘伯一副魂不附体的模样 忍不住笑道 你干嘛呢这副表情 刘伯勉强挤出笑容心中暗道 还不是被你吓的 如果不是为了那辆电瓶车早就跑路了 就在我准备跟他说正事的时候 屋内竟然再次传来哭声 不过这次是大宝 见此情形刘伯心里暗想 刚才那一幕不会再次重演吧 果然真被他猜对了 我再次跑进屋内将大宝抱出来 给他为奶拍格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刘伯抱住胖胖的自己感到无比的弱小 你没事吧 刘伯这次怎么也笑不出来了 他看着我小声说道 风哥要不您忙吧我先回去了 我见他一副被人吓坏了的模样 你进来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呢 我带着刘伯走进宝宝房里 看到屋内四个乖巧可爱的宝宝 刘伯彻底震惊了 四四胞胎 看到刘伯四个宝宝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一压一压地叫了起来 刘伯整个人彻底沦陷进去了 这四个宝宝也太可爱了吧 难怪你要来当保姆 要是照顾这么可爱的宝宝 不给钱我也可以 我走上前去虚声道 小声点别吓到宝宝了 对对对宝宝乖不要怕 叔叔是好人叔叔不会欺负你们的 哎呦呦你看他这小手在那拼命扒拉 还想爬出来呢 真是太可爱了 胖嘟嘟粉嫩嫩的好想把他们全部偷走啊 我文言顿时给了他一拳严肃道 你要敢动他们我打杀你 刘伯摸了摸脑袋一脸无辜的表情 风哥你干啥呢 我就开个玩笑又不是你的宝宝 你这么激动干嘛 我眉头一皱沉声道 谁说不是我的宝宝 刘伯文言顿时傻眼了 他张了张嘴巴难以置信道 风哥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啊 我没开玩笑 我叫你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 听到这话刘伯心脏猛的一条 他神情有些恍惚过了许久才声音颤抖的说道 你你什么时候连小孩都有了 作为兄弟你竟然还瞒着我 刘伯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一样 其实我也是上周才知道的 刘伯摸了摸下巴露出阴险的笑容 风哥孩子他妈不会是班花里摇摇吧 班上最近都在传你跟他在一起 可是你们才刚在一起这孩子 风哥你可别做接盘侠呀 我狠狠瞪了他一眼 刘伯立马收起笑容改口道 风哥你别生气我就是开个玩笑 咱们风哥怎么可能会当接盘侠呢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这次你不能再传出去了知道吗 风哥我这嘴你还信不过吗 我再次瞪了他一眼 刘伯扇了扇自己的嘴巴便解道 风哥上次那是个意外 这次我保证守口如瓶 你快告诉我孩子他妈到底是谁啊 我犹豫了一下缓缓道 孩子他妈你也认识 刘伯顿时瞪大眼睛结结巴巴的说道 我认识 难道真是李瑶瑶 可你们才在一起多久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你不会真的 不是李瑶瑶我跟孩子他妈两年前就认识了 他是我们班的吗 算是吧 刘伯文言忍不住摸了摸鼻子 然后露出柯南班的眼神仔细分析道 不是李瑶瑶 然后还是我们班的 而且两年前就认识了 刘伯大脑急速运转 回忆起自己这几天的所见所闻 林峰突然搬离宿舍整天神神秘秘的 而且还被人撞见跟张老师一起买菜 自己也是从他口中得知张老师有孩子的消息 突然一个念头在他脑海升起 难道是张老师 我点了点头笑道 对孩子他妈就是张老师 听到我这话刘伯震惊的无以复加 眼珠子都快要凸出来了 还得是风哥你啊 同样是大学生同样长着一张帅脸 我依旧是个单身狗儿 你连老婆孩子都有了 而且孩子他妈还是咱们班的导师 真是货比货得扔人比人得死啊 我没有大理刘伯 而是拿出电动车钥匙递到他手里 你就别在这跟我平嘴了 我那车就停在楼下 你直接开走就好 咱们兄弟一场之前说卖给你 那是跟你开玩笑的 刘伯表情有些纠结 最后还是拿出手机说道 风哥你现在拖家带口 要养四个孩子也不容易 我还是给点钱你吧 我拍了拍刘伯的肩膀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是我现在不缺钱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装 我见刘伯执意要给钱 于是指了指这套房子说道 你知道这套房子要多少钱吗 虽然不知道我想干嘛 但刘伯还是老实说道 荣泰豪亭的房子 现在买的话应该要五万一平 想要租一套这么大的房子 那一个月少说也要一万块 所以没等刘伯把话说完 我直接打乱他道 这房子是我的 这套房子是你的吗 我点了点头 把忽悠张雨昕的那套说辞 跟刘伯讲了一遍 你骗鬼吗 你要是有这么个亲戚 那你上大学的时候 他怎么不资助你啊 现在他去世要分家产了 倒是想起你来了 我接下来说的一句话 却让刘伯无言以对 可能他是想考验我吧 刘伯咬了咬牙 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还考验你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 行吧那这车我收下了 以后你有需要可以随时来找我 就在这时屋内 又传来宝宝咿呀呀的声音 我去看看宝宝 我说了一句 然后转身朝宝宝房走去 这次哭闹的是四宝 估计他是想妈妈了 我把他抱在怀中轻轻安抚着他 刘伯文生也跟着走了进来 忍不住问道 林峰那你以后怎么办 你还这么年轻而且学习又好 你就真的甘心当一个全职奶爸吗 我笑了笑道 当奶爸怎么了 当奶爸照样能发光发热 刘伯无奈叹息一声 爱你开心就好 我知道他是在为自己着想 但是刘伯不知道 我只有成为一名奶爸 才能走上人生巅峰啊 回宿舍的途中 刘伯脸上满是羡慕的表情 林峰这小子真是太幸运了 不仅娶了张老师这样的女神当老婆 而且还有四个乖巧可爱的宝宝 如果他也有这么可爱的宝宝 那就算让他当全职奶爸又有何不可 阳城大学教师办公室 韩文看见张雨昕 无精打采昏昏欲睡的样子 忍不住问道 张老师你昨天干啥去了 看起来微米不振的样子 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韩文话音刚落 就引起旁边唐秀芳的注意 张老师肯定是带娃类的吧 毕竟是四胞胎 想当初我带娃的时候 也是怎么睡也睡不够 两人这话搞得张雨昕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其实宝宝们都是孩子 他爸在照顾我没怎么费心 听到这里韩文顿时 双眼放光惊讶道 全职奶爸呀真是太厉害了 你们没请月嫂帮忙吗 张雨昕笑了笑摇头道 他来了以后我们就让月嫂回去了 不过他照顾宝宝 还是挺细致的我也放心 唐秀芬跟着赞叹道 那确实挺厉害的 韩文则一脸羡慕 暗自嘀咕起来 我要是能找到这样的老公 那就好了 就是不知道张老师的老公 到底长什么样子 不过能被张老师看上的男人 想来应该条件也不差 就在这时唐秀芬挑了挑眉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冲着张雨昕道 张老师我看你是晚上累着了吧 张雨昕顿时翘脸通红摇头道 没 没有我们昨天忙着搬家呢 韩文赶忙问道 你们搬去哪了呀 容太豪亭 唐秀芳似乎对房产 很熟悉信口拈来 最便宜的都要五千块 如果要买的话 就算是小户型也要好几百万呢 听到两人的交谈 张雨昕露出诧异的表情 容太豪亭的房子这么贵吗 唐秀芳文言比她还震惊 你不知道啊 这是我老公的房子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她在那里有套房子 韩文惊呼道 哇我就说嘛 能娶到张老师的男人家境 肯定很不错 你们是首富几成 每个月房贷多少 张雨昕摇了摇头 我们没贷款 唐秀芳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道 真是太好了 就跟小说主角似的 唐秀芳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张雨昕笑了一下 我也觉得刚开始 我还以为她在撒谎 但是想想她好像也没必要骗我 就在这时上课 铃声响起 张雨昕拿起课本 我先去上课了 张雨昕走后 唐秀芳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韩老师我觉得不对 韩文赶忙凑了过来问道 怎么不对了 刚才张老师说 是孩子她爸来了 他们才让月嫂回去的 那也就是说 之前是她和月嫂两人带的孩子 那她老公人了 还有荣泰豪亭的房子 是这两年才建好的 如果真像她老公所说 是她亲戚过寄给她 那也不太可能啊 因为没满两年 就将房子过寄出去 那要交的税费 可是很吓人的呀 此时韩文也反映过来的小声道 那你的意思是说 张老师被人骗了 唐秀芳摇了摇头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不太正常 听完你的分析 我才想起来 之前我们总是提议说 要去看看宝宝 但张老师总是拒绝我们 你说是不是跟她老公有关 唐秀芳点了点头思考了一下 确实是这么回事 这样吧 放学后我们跟着张老师 说什么也要到她家去看看 很快下课铃声响起 韩文提议三人一起吃饭 吃完饭后 唐秀芳和韩文 带着张雨昕来到一家婴儿用品店 唐秀芳拿起店里的衣服 仔细挑选了一下 然后走过来冲着张雨昕问道 张老师你家宝宝多大了呀 张雨昕心不在焉地说道 快六个月了 她现在只想早点回家 不知道唐老师和韩老师 为什么非要拉着她来逛街 五分钟后 看到唐秀芳和韩文 挑了四件宝宝穿的衣服 张雨昕才反应过来急忙白手道 唐老师韩老师不用这么破费 小孩穿的衣服我们家里有 听到这里唐秀芳笑了 去你家做客怎么能空手去呢 张雨昕瞬间傻眼了 刚才吃饭的时候 可没说要去我家呀 韩文见状赶忙出来助公道 张老师我们早就想去看看宝宝了 明天正好没客 你就让我们去你家做做呗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张雨昕要是再拒绝 那就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了 但问题是他们两个都教过林峰啊 要是他们认出林峰那可怎么办 唐秀芳见张雨昕有些慌张的样子 心里更加肯定张雨昕肯定是被人骗了 要不然他怎么老是藏着掖着 不让自己上门看娃呢 我跟孩子他爸说一下吧 家里乱让他收拾一下 免得让你们看了笑话 张雨昕说完便走出店铺 给我打起了电话 老公 听张雨昕的口气我就知道有事 怎么了 事情是这样的 唐老师和韩老师今天突然说要来咱们家做客 我闻言无所谓道 好啊你让他们来呗 张雨昕顿时急了压低声音说道 可是他们都教过你啊 要是到家里来你不就暴露我 他们要是知道这件事内校领导肯定也就知道了 张雨昕不想失去这份工作 毕竟他才刚刚转正 而且还有四个娃等着他去养了 我安慰他道 老婆你别担心 我在班里都是做最后一排 而且平时也不怎么去上课 再加上那么多个班 他们肯定认不出我来的 张雨昕还是有些担心 真的认不出来吗 当然了现在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脸毛 到时我在化个妆保证他们认不出我 张雨昕犹豫了一下 还是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现在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位老师的脸毛症严重一点了 离开婴儿用品店 唐秀芳开着车载着张雨昕和韩文来到荣泰豪艇 房门打开张雨昕带着两人走进屋内 刚一进门率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奢华的欧式装修 这装修风格好好看啊 以后我买房子也要搞这样的风格 唐秀芬也很喜欢四处打量起来 张雨昕把乌尔玛买回来的食材全部拎到厨房 发现米饭已经在煮着了 灶台上还有个炖锅不知道在炖着什么 但是闻着里面飘出来的味道还是很诱人的 韩文扫尸了一眼客厅问道 张老师你老公不在家吗 张雨昕挑了挑没有些紧张到 可能在屋里照顾宝宝吧 韩文顿时来了兴趣急忙到 张老师你快带我们去看看宝宝呗 张雨昕点了点头不乏沉重的朝宝宝房走去 韩文和唐秀芳两人则表情激动的跟在他后面 因为很快他们就能见识到张雨昕那传说中的老公了 张雨昕来到门前轻轻向门推开 只见屋内我正在给二宝喂奶 大宝则抱着玩具不停揉捏着 张雨昕敲了敲门轻声说道 老公唐老师和韩老师来了 我闻言当即开启改头换面功能 将目标设为唐秀芳和韩文两人 改头换面 拥有此技能可随时改变宿主的容貌 我将自己的模样进行了略微的调整 变得跟之前有些差别 调整完后我才抬起头冲着门外打招呼道 唐老师韩老师你们好 看到眼前这个男人唐秀芳和韩文都愣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张雨昕口中的老公 竟然是个如此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韩文感觉自己都快要沦陷了 要不是他已经跟张老师结婚 他肯定会疯狂追求这个男人 见我跟自己打招呼 韩文笑了笑也甜甜的回了一句 你好呀 张雨昕在旁边看着冷汗都快要冒出来了 他在心里不停祈祷唐老师和韩老师 脸盲症快快显灵吧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祈祷感动了上仓 他们两人好像都没有认出林峰的样子 张雨昕顿时松了口气 唐秀芳看了看我虽然觉得我有点眼熟 但是也没有把我跟自己的学生联想到一起 抱歉了林先生 突然拜访希望没给你添麻烦 韩文站在一旁也花痴痴地点了点头 你们太客气了 雨昕在学校也没少受你们的照顾 没有早点请你们吃饭 是我做的不对才是 听到这话唐秀芬有些意外 她没想到张雨昕的老公 看着年纪不大情商却很高 这让她对我更加刮目香看起来了 老婆四个宝宝我都已经喂过奶了 你在这陪两位老师聊聊我去给你们做饭 张雨昕点了点头 刚想说老公你辛苦了 但是当这两位老师的面 她又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走后韩文急忙跑到婴儿床边 打量起了四个呆浓的宝宝 唐老师你快来看 这四个宝宝长得好可爱呀 真想把他们轻轻抱抱举高高 看得我都想找个男人生个娃来玩啊 张雨昕笑了笑走过去逗了逗四宝 韩老师你以后的孩子肯定也会很可爱 韩文摇了摇头 那不一定得要两人颜值高才行 像这么可爱的宝宝 也只有张老师你们两个才能生得出来 唐秀芳比他们两人年长十几岁 孩子也已经上小学了 但是此时看到这么可爱的宝宝 她也是母性大爆发忍不住赞叹的 张老师你这四个宝宝实在是太可爱了 个个白白胖胖的看起来都很健康 听到两人的夸赞张雨昕也不想独享功劳 这都是孩子她爸养得好 她低头看了看正在眨眼睛的四宝表情很是温柔 四宝最小体质也最差 所以整天都在睡觉 但是我老公出现以后对四宝格外关照 所以现在四宝才变得活泼了一些 韩文文言心里那叫一个羡慕 张老师的老公真是天下绝顶好男人 唐秀芬也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但是突然她话风一转看着张雨昕问道 张老师我怎么总感觉你老公看着有点眼熟啊 说完她又看向韩文 韩老师你觉得呢 听到这话张雨昕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她平住呼吸有些不知所措的看了看外面 就在这时韩文开玩笑的说道 唐老师你别看人家长得帅就说她眼熟啊 唐秀芳尴尬的笑了笑没有继续探讨下去 毕竟当着别人的面讨论她老公的长相确实有点不太礼貌 看到这里张雨昕才松了口气 走吧我们出去吃饭菜应该做好了 吃晚饭是韩文忍不住打量了几眼 我突然说道 你还别说我看林先生确实有点眼熟 张雨昕心又提了起来 我却一脸从容缓缓道 之前有很多人都说我长得像金城武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觉得我眼熟吧 韩文听后一脸无语 虽然林峰长得确实有点像金城武 但是自己也不至于搞混了 可是他也说不出林峰到底像谁 就总感觉这张脸好像在哪里见过 吃完晚饭 唐秀芳和韩文开车离开戎太好听 路上唐秀芳对韩文说道 韩老师你不觉得奇怪吗 一个人认错也就算了 但是两个人都认错 这概率有多大 韩文正刷着手机 看着里面的搞笑视频 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他心不在焉地回道 哎呀我们当老师的每年要带那么多学生 兴许张老师的老公 跟哪个学生长得有点像 那也是很正常的嘛 听到这话唐秀芬心里 突然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说张老师的老公 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的学生啊 韩文文言撇了撇嘴道 不可能要是有这么帅的学生 我怎么可能会不记得 那位唐秀芳和韩文走后 张雨昕紧绷着的神经 才彻底放松下来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他们认出你来了呢 我看着张雨昕好奇地问道 如果他们真的认出我来 那你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只能再找工作了呗 张雨昕摆了白手起身道 今天你做饭碗就留给我来洗吧 张雨昕说着便将碗筷收进厨房 然后穿上围裙开始吸起了碗 就在这时 她兜里的手机突然响起 张雨昕擦了擦手 拿出手机一看脸色顿时一遍 她朝客厅看去发现 我已经回到屋内继续照看宝宝 于是便接通电话 雨昕你过得还好吗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她叫安兰是张雨昕的好闺蜜 我很好怎么了 没事就是想看看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安兰迟疑了一下接着说道 前几天阿姨来找过我跟我打听你的情况 张雨昕挑了挑没道 那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毕竟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在哪 两年前张雨昕独自一人离家 没有人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 就连她最好的闺蜜安兰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做得好 你要是敢告诉我妈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张雨昕冷着张脸威胁似的说道 嗯 安兰只是淡淡的回了一个字 张雨昕拿着手机沉默了许久 然后问道 你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还是老样子 倒是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张雨昕摇了摇头 不知道走一步是一步吧 你却不缺钱我转点给你 不用我现在过得很好 你不用为我担心 安兰叹了口气 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你不用跟我客气 有困难就跟我说好吗 张雨昕又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过得很好真的 安兰听出张雨昕没有在撒谎于是点头道 那好吧 等过段时间他们气消了我再去找他们 或者等过几年宝宝们长大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他们也会原谅我们 安兰点了点头附和道 我听阿姨的语气好像挺响你的孤寂快了 但愿如此吧 想到自己那古板的父亲张雨昕又无奈地摇了摇头 挂断电话张雨昕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此时林峰已经喂完宝宝 看到张雨昕愣在厨房忍不住问道 怎么了老婆 我竟然把这件事给忘了真是笨了 张雨昕拍了拍脑袋露出一副呆萌的表情 我笑了笑道 人都说一运傻三年再过一年就好了 第二天张雨昕正好没课 于是便跟着我带着四个宝宝去给他们上户口 护正派出所离小区不远 走路只要十几分钟 四个宝宝坐车也麻烦 所以我和张雨昕便像之前那样推着两辆婴儿车出行 一路上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对于这种眼神两人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来到半正大厅 我带着宝宝来到护正窗口 你们是 我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们是来给宝宝上户口的 这几个都是你的孩子 嗯 得到我肯定的回答 窗口工作人员纷纷露出惊讶的表情 而周围群众也开始小声议论了起来 我的天啊 竟然是四胞胎 这也太厉害了 而且爸爸妈妈看起来还很年轻的样子 对啊对啊 颜值还很高难的阳光帅气女的青春亮丽 难怪会生出四个这么可爱的宝宝 周围众人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 毕竟谁不希望自家小孩能够长得这么可爱呢 面对赞美我心里还是很开心的 但表面还是一副淡定的样子 我拿出两人的证件递给窗口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接过证件 看了看上面的信息忍不住赞叹道 竟然才二十岁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厉害了 很快我便给宝宝上完户口 周围群众见到两人要离开都露出依依不舍的表情 恨不得把四个宝宝偷偷带回家去 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可爱了 回到家后 我正在厨房呛呛呛呛的切着菜 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传来 丁由于宿主为宝宝上户 进到做父亲的责任奖励现金十万元 奖励神级厨艺技能 听到系统的声音我愣了一下 但是很快我便继续呛呛呛呛的切起了菜 听着厨房里传来坑铃光荡的声音 张雨希忍不住走了进来有些惊讶地看着我 她发现今天做菜的我好像跟往常有些不太一样 老公要我帮忙吗 不用你出去等着今晚我给你整顿大餐 张雨希点了点头回到客厅看起了电视 没过多久一阵诱人的香味便从厨房里飘了出来 张雨希忍不住感叹道 好香啊 本来她还不是很饿 但是闻到这个味道肚子顿时开始咕咕咕地叫了起来 随着臭油烟机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我在厨房里面大展神威 半个小时后 三菜一汤便被我给做好了 看着餐桌上那色香味俱全的菜品 张雨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她拿起筷子忍不住吃了一口顿时发出赞叹的声音 哇哦老公你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 都快赶上米其林厨师了 真的好好吃啊 见张雨希一脸满足的样子 我忍不住打去道 好吃你就多吃点晚上有得你辛苦了 听到我这话张雨希顿时翘脸羞红 不服输地娇称了一句 哼到底谁辛苦还不一定呢 晚饭过后张雨希洗完澡包着头发回到了房间 老婆你快过来 怎么了你要给我吹头发吗 我从背后拿出一个袋子笑道 不是 这是给你的礼物 张雨希有些疑惑 不过看到我暧昧的样子 她还是忍不住打了开来 只见袋子里面竟然装着一件睡衣 只不过这款是有点东西 张雨希瞬间翘脸通红露出羞涩的表情 你你买这种东西干嘛呀 当然是送给老婆你了 我赶忙将衣服塞到张雨希手里催促道 快换上吧 凌晨两点张雨希累地躺在床上 还在回味着今天那顿晚餐 那味道那口感真是绝了 老公你今晚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我笑了一下 抚摸着张雨希的秀发柔声道 你要是喜欢我以后天天做给你吃 张雨希想了想 竟然直接抱起了明天的菜名 既然这样 那我明天想吃蒜泥白肉 醋溜土豆丝还有椒盐排骨 一说出这些菜名 张雨希就感觉有点饿了 但是仔细一想 张雨希又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 老公我就是随便说说 明天我叫外卖就行 我笑了笑露出宠溺的表情 这有什么不就是做几个菜吗 明天早上我帮你做好 你带去学校吃 听到这话 张雨希又感动又开心 老公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说完张雨希便凑了过来 给了我一个香吻 两人继续交流了起来 早上七点张雨希还在睡觉 我已经早早醒来 我先是跑到隔壁给宝宝们换尿补 然后走进厨房开始做起了菜 没过多久 三道香喷喷的菜便做好了 做完这三道菜 我又切了点水果准备做个水果咯 最后我看了眼时间 也差不多该叫老婆起床了 老婆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吗 张雨希文言揉了揉 轻松地睡眼从床上坐了起来 老公早啊 我笑了一下早 很快张雨希便洗漱完毕 她来到客厅闻到一阵饭菜香味 此时我正在给她打包午餐 将早上做好的菜放进便当盒里 老公你给我做了什么呀这么香 我笑了笑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猜 张雨希过来一看顿时露出惊讶的表情 老公你真的做了那三道菜呀 我昨晚只是随便说说 话虽如此 但张雨希心里还是十分感动 她从后面紧紧抱住我感动道 老公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我轻声笑道 你是我老婆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阳城大学教师办公室 唐秀芳和韩文两人走了过来说道 张老师你中午吃啥呀 要不咱们去学校门口随便吃碗面怎么样 张雨希摇了摇头 从柜子里拿出两个便当盒 我老公给我准备了便当 看到这里韩文顿时鼻子一肿 杀狗了杀狗了大白天的洒狗粮 唐秀芬则羡慕地说道 有个体贴的老公真好 张雨希打开便当盒 一股饭菜香味顿时弥漫整个办公室 此时唐秀芬和韩文两人已经凑了过来 紧紧盯着便当盒里的饭菜 韩文决定做个不要脸的人 张老师我可以尝一口吗 张雨希知道她是个吃货笑着点了点头 韩文当即拿起筷子 夹起一块排骨砍了起来 顿时瞪大眼睛冲着唐秀芳说道 唐老师你快过来 唐秀芬有些不好意思 但是看到韩文夸张的表情 也跟着夹起一块吃了起来 韩文赶忙问道 怎么样很不错对不对 唐秀芳砍了啃骨头 似乎还在回味刚才那股香味 更确实不错 虽然之前那次做的也很好吃 但是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吃到让人癫狂 西西那你们有空可以常来我们家吃饭了 张雨希客套地说了一句 谁知道韩文和唐秀芳却一口同声地说道 好啊那就今晚吧